好来看到112年花莲县文旦幼果品的评鉴 那么今天是隆重的登场了 总共有40位的幼农来参加 经由产观学界评审团 就文旦幼的外观 果肉食味以及糖酸笔等项目 主义品尝来评鉴 那么最后结果呢 总共有4位分数超过86分以上的金牌标准 拿下了金牌 在花农学生将参赛文旦幼果品 备妥完备后 县政府农改厂以及嘉义大学 五位产观学界代表所共组的评审团 开始就文旦幼外观 果肉食味以及糖酸笔等项目 逐一平常评鉴 112年花莲县文旦幼果品评鉴 今天隆重登场 总共有40位的幼农参加 评审团现场随机取样 进行包括形状以及大小 重量 肉质风味 种子数 糖度等平平 糖度平均都超过11度 肉质风味 金属上乘 竞争激烈 品尝柚子我们对肉质风味 口感 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这里是一个平均的项目 占35% 另外一个是它的糖度 它代表它的成熟 代表它的载费管理 所以糖度11度以上 我们才算满分之13度 在全台文旦幼皆属老张文旦的相同条件下 评审团一直认为花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再加上农民精湛成熟的技术 文旦幼果品 口感风味和西部文旦幼产区并驾崎区 农会也同步推动相关的产销活动 让消费大众选购品尝花莲金牌文旦幼的好滋味 在展校方面我们会办理展校会 在产地也好 在都会区也好 我们都会办理 一方面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品鉴比赛 让柚子龙之间可以做一些交流 提升我们整个栽培管理的技术 让我们的文旦幼品质可以更好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比赛来达到一个行销的一个目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用心管理的柚子龙 给他适当的一些得奖的鼓励 让他在行销上面能够更顺利更顺手 历经三个小时的专业评鉴 花莲县文旦幼评鉴比赛结果出炉 从40位参赛农民中评选出了四金四银四铜 仅有三分之一的获奖数评鉴高规格 而正值文旦又采收期 农民各个忙着采收包装文旦上市 因此都无暇到场参加颁奖典礼 瑞翠江农会表示 就等明年春天农民节再来颁发饼鹅 记者是玉兰瑞翠采访报道